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司马光 从小聪慧 最为人熟知的就是司马光砸钢的故事 听过的人无不被司马光的睿智所深深折服 但很多人可能都忽略了一件事 司马光从钢里救出来的人究竟是谁 司马光出生于公元1019年 他的父亲是光山县令 于是便给他起了一个名字为司马光 司马光六岁的时候 就是开始在父亲的引导之下读书了 七岁的时候就能够背诵左侍春秋 还能讲明白书的要义 据宋氏记载公元1025年的一天 七岁的司马光和一群同伴们在庭院玩耍 此时一个特别调皮的小孩 爬上爬下的最后失足掉入了水缸 看到此番情景 一群小孩早下的六神无主 到处逃窜 只有司马光站在原地没走 在一番思索后 司马光拿起身边的一块石头砸向了大缸 大缸被司马光砸出了一个大窟窿 与此同时缸中的水开始哗啦啦往外流 最终这个小孩跟住水流出来 顺利保住一命 司马光也因为这件事 成为了远近文明的神童 甚至流传了千古 在宋史中这个被救的小孩不过一笔带骨 并没有说明是谁 但事实上 当年那个小孩的名字在各路野史中有被踢进 据记载 当年溺水被救的小孩子父姓上官 他家人因司马光救他之恩德 为其改取名为上光 且为尊敬司马光之义 并将司马光砸钢救他一事写入了他家族谱 后来为了纪念司马光 还专门修建了一座感恩亭 上官上光长大以后 也参加了科举考试 并且获得了功名 根据上官家族的族谱记载 上官上光长大以后 曾官居宰相 但是查遍宋史 都不曾找到上官上光担任宰相的记录 对于这个问题 有两种分析 一种是因为北宋朝廷的官制体系之下 贤官和虚职的官员太多 上官上光虽然担任宰相 但属于虚职类 所以在宋史等资料上也就没什么记录 第二种可能则是上官上光虽然做了官 但级别不大 其家乡的人以讹传讹 或有意为自家抬高身价 将上官上光的职务记载成宰相 由于关于此事的记载并不详实 且多为野史 所以司马光砸钢重要的男配角 常不被提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